- 出外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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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大家好,我們是傻烏克 - 今天有沒有覺得我們今天的背景不一樣啊 - 沒錯,我們今天要幹嘛? - 出外景 - 出外景 - 我今天要訪問一位 - 志琴詩 - 志琴詩 - 厲害厲害厲害的 - 我們兩個一輩子都只會談五顆粒粒 - 從來沒有接觸過這種 - 創造我們手中這麼神聖的樂器的一個過程 -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帶大家一探究竟 - 究竟這個樂器是怎麼戰勝的 - 然後到底有哪些小payball - 那我們就來歡迎今天的主角 - 阿勒 - 所以現在大家觀眾應該覺得 - 突然有點驚慌失措齁 - 怎麼突然來了一個 - 五官這麼深邃的來自 - 阿勒是來自哪邊呢 - 法國來的 - 而且我們的志琴詩阿勒 - 講了一口非常流利的中文 -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- 我們等一下中間突然會變成法文 - 我們今天就會全程用中文 - 來進行這次節目啦 - 那我們今天就還是先來讓大家觀眾 - 了解一下阿勒的這個志琴的生涯背景 - 跟一些特色 - 來台灣大概幾年了 - 大概有16年 - 16年齁 - 來台灣前就是已經會講中文了嗎 - 還是是來了這學過 - 有再超過學過 - 大概學到這樣的程度 - 你覺得大概要花多久 - 三四年吧 - 哇那很厲害耶 - 我學了三四年的英文還是講得很破 - 從什麼時候開始接觸烏克利利這個樂器呢 - 大概是2006年那個時代 - 2006年 - 對 - 所以那時候大概是烏克利利正要 - 開始風靡全世界的那個 - 那是什麼樣的原因讓你想要去學習 - 怎麼志琴 - 而不是... - 志琴還是學歌 - 志琴 - 其實兩個是同時一樣的 - 同時喔 - 對 因為那時候我也沒錢 - 所以就只能做一把 - 我懂 - 好強喔 - 這個也看得出來我們的阿樂是非常正直的 - 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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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假設在我啦 - 沒有錢我就去偷一把 - 好 - 那我們就來介紹一下烏克利利的刺琴工具 - 應該說就你覺得要怎麼講 - 因為我們真的是餵好 - 好 沒餵你那麼緊 - 今天假設大家想要了解 - 烏克利利的製造的過程 - 那可能第一個是爬刀 - 報紙 - 報到一些 - 老科就覺得我太多了 - 但我覺得... - 太少了 - 這看起來很像吃那個... - 夜市的那個花生捲 - 沒錯 - 就是台灣的 - 那這個用是用在... - 爆木頭 - 我們就從一個... - 好 這個是一個蝴蝶木 - 火環板 - 對,可以當紙板啦 - 所以可以當什麼 - 就看你的大小 - 然後我這邊有各種的...紋路嘛 - 像我好像一個...一幅畫嘛 - 有山,有什麼... - 這個到時候如果要... - 用紙板 - 我要先就是... - 變成脂肪鞋 - 所以我要先用這個... - 讓它變成... - 90度 - 這個也很重要 - 瞬間...變出... - 各種東西 - 對,對不起,對不起 - 因為... - 東西要很多 - 哇,好利喔 - 那我就慢慢的包 - 喔,它是側邊的 - 它也可以正面嗎 - 都可以... - 這邊會變成90度 - 喔... - 這個地方變90度 - 那我可以就是用... - 長的 - 也變成一個90度 - 嗯... - 反正到時候就是有一個... - 適合我覺得... - 紙板的大小 - 我就切... - 切flet - OK - 這樣就是紙板的... - 對 - 然後到時候就是... - 還是要爆厚度嘛 - 因為這個太厚 - 就是用... - 這個東西 - 然後就這樣 - OK - 所以這是紙板 - 紙板 - 其實什麼都有啊 - 面板啊,磁板 - 也可以用這個 - 就是一個... - 應該怎麼講... - 木材的粗處理 - 對 - 那... - 烏克利的裡面的身體有什麼... - 訣竅嗎? - 或者是... -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... - 會加熱加到190度 - 然後... - 就... - 木頭就... - 到... - 薄到2mm厚度 - 我們就這樣... - 喔,它就會變成彎的這樣 - 對,加熱它會彎 - 加熱它會彎 - 加熱它會彎 - 那我現在比較懶惰 - 我就... - 做一個... - 模型 - 喔,我看到它這個樣子 - 就已經是烏克利的樣子 - 對,所以側邊... - 側邊就有它的... - 我對烏克利的形狀 - 這個比較有彈性啊 - 我要做什麼形狀就沒問題 - 所以這個比較有點像是 - 今天你想要... - 做一個... - custom的感覺 - 對 -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公規 - 你的公規 - 對,因為每次要... - 一個形狀就是要換一個模型 - 理解 - 那... - 情景、情頭的部分呢? - 情景、情頭就是用一塊木頭 - 然後我們切它的頭翻過來 - 嗯... - 然後就... - 就爆火 - 哇,我們就是用這個 - 如果我要... - 喔喔喔喔喔喔喔... - 原來你講的 - 對,原來你都可以啦 - 這邊原來你 - 這個是薄那個... - 做這個部分 - 喔喔... - 所以這也是用手切出來 - 對,這個比較快 - 也不是比較快啦 - 比較有成就感 - 那如果一般人... - 假設我今天聖誕節快到了 - 嗯... - 我抽到這個 - 一般人你會給他拿這個 - 這個可以做什麼嗎? - 就可以做那個... - 椅子的腳 - 呵呵呵... - 據我所知道 - 通常一把琴影響的音色 - 除了它的材質以外 - 還有一個是不是很重要的東西 - 叫做粒木 - 粒木,對 - 那粒木就... - 看大家怎麼做 - 那假設今天我... - 身為一個外行 - 我在裡面亂貼 - 它會發生什麼事 - 其實只要有粒木... - 足夠... - 你的面板不會變形 - 就... - 那你粒木太多聲音就是出不來 - 哦... - 所以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 - 對,就是要一個平衡的 - 所以每一家... - 每一家不同廠牌的 - 或者不同自行師的 - 都要他自己的... - 擺放的心得對不對? - 可以這樣說嗎? - 應該可以說 - 但是其實有一派就是說 - 粒木的位置很重要 - 也的確是很重要 - 另外一個就是說 - 看你怎麼跳 - 因為基本上是要老人 - 你的面板可以有... - 嗯... - 腰油可以承住 - 那個選的張力 - 還有可以造成聲音 - 可以有震動的空間 - 那這個是... - 腰條可能是膜啊 - 就用一些... - 比較厲害的工具 - 所以如果假設今天這把琴... - 我不喜歡那個聲音 - 我又買不起琴的 - 我可以自己打開然後... - 可以... - 那個烏克力的問題是它的口輪那麼小 - 你就馬上鎖進去 - 你要從口輪 - 對 - 因為我看有些... - 我看別人的小提琴 - 它是直接把面板... - 拆開 - 好囉 - 小提琴用的膠 - 黏那個面板是... - 不太一樣 - 動物膠 - 那動物膠是加熱架式 - 它就馬上可以連開 - 烏克力不一樣 - 烏克力就是... - 現代膠 - 就是白膠還是木控膠 - 還是有時候更可怕的膠 - 更可怕的膠 - 那如果以你的專業 - 你覺得用什麼膠是最好的? - 就是你手上有什麼膠 - 我手上只有狂膠 - 那你... - 你現在到現在一句話都沒有講 - 你是不是來幹嘛的? - 參觀嗎?先生講啊 - 好... - 那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- 今天我們很開心可以看到一把 - 就是我們的阿樂 - 即將要去夏威夷參加展覽的一把 - 全手工製的烏克力底 - 那有沒有辦法跟我們分享一下 - 這把琴特別的地方 - 跟... - 再什麼樣的因緣機會 - 想要去讓你去完成這一把琴 - 還是純粹否參展這樣? - 我現在也不要參展 - 我不會... - 就還是想做一把 - 因為其實台灣現在比較流行 - 是彈26跟23的不可以... - 它是23的身體,26的長度 - 長頸 - 對 - 但是這一把是用相思木 - 但不是台灣的 - 也不是夏威夷的 - 是澳洲相思木 - 很少見耶 - 在台灣幾乎沒看過 - 它沒有夏威夷相思木那麼的出名 - 但是它還是一個很不錯的木頭 - 好,那不要廢話那麼多 - 直接讓你們看情況 - 好,所以這把大概花了多久時間去做什麼? - 我現在做一把烏克莉莉 - 大概要70到80個小時 - 70到80個小時 - 好快耶 - 對 - 因為現在有... - 有電動東西 - 有電動東西 - 以前是壓托100個小時 - 好 - 然後我們就... - 過來就是一個相思木的烏克莉莉 - 但就我們看到那個台灣的相思木會比較黑 - 然後夏威夷比較橘黃色 - 紅色嗎? - 那這個澳洲的它還蠻黃 - 上邊也是相思木,然後上面是同一塊 - 所以好像幾乎是脫一個紋路 - 黏在一起了 - 對,但是分開再黏回去 - 酷 - 然後另外一個特色是我自己設計的那個烏克莉 - 利用日本的一個藝術叫做寂木 - 寂木工的 - 所以它們就是平在一起很多的木頭 - 然後就造成一個皮 - 那有點厚度嘛 - 然後就這個口輪就是其實很多很多很多的小木頭 - 平在一起 - 所以它這個你看到的這些都是小木頭 - 對 - 對 - 我等一下我可以拿 - 我的紙上面有很多 - 也是有很多木頭 - 這邊 - 這邊 - 我這樣的 -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- 哇 - 所以是這樣子做的 - 對,然後我切切切切切切 - 這真的很費工耶 - 欸 - 你要說對啊 - 然後我就是切像那個 - 切什麼 - 切頭腿的 - 這個很像 - 很像那種 - 土耳其糖果嗎 - 還是 - 中間有一個花紋的那樣 - 好像有 - 這次比較特別的是 - 就是頭那邊 - 我也會放 - 同一個紋路 - 同一個 - 積木的部分 - 那是有什麼用途 - 就是完全沒有 - 而且 - 真的是 - 這個很費工 - 真的是完全沒有用 - 對,完全沒有 - 通常那邊就是 - 積灰塵 - 對,積灰塵 - 所以這把琴 - 就是 - 好,雖然這樣講 - 可能有點實力 - 就假設今天有人想要 - 跟你購買這把琴 - 應該不會有之前試 - 如果有人訂製一個 - 還有英文一樣的 - 對 - 你會覺得這把琴的價位 - 我可不要 - 算是一個紀念就對了 - 價位啊 - 價位啊 - 手工的話 - 真的是可能要 - 五萬多 - 沒關係 - 它其實很亮 - 應該 - 來,你彈 - 會不會太高嗎 - 你說 - 弦劇 - 弦劇 - 這你就問 - 我們兩個問錯了 -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 - 超高旋劇 - 也不是說喜歡 - 就是我比較無所求 - 我喜歡高旋劇 - 因為 - 我喜歡低一點 - 我們在彈的歌 - 我們在彈的歌 - 都是比較基點 - 我覺得你已經算很低了 - 我覺得你已經算很低了 - 我覺得喜歡低一點 - 你等我一下 - 就是我跟Niyo老師 - 就是很喜歡比較低一點的 - 大家都喜歡低一點的 - 其實 - 可以 - 故意的 - 剛剛 - 剛剛我們兩個都 - 買了一下床 - 有拜託 - 好 - 所以剛剛 - 就是簡單的大略介紹了 - 可能觀眾會覺得有點雜 - 不過其實也 - 就是有點困難 - 因為其實一把琴 - 並不是工序太多了 - 對 - 一部影片 - 就是可能十分鐘 - 二十分鐘 - 就可以馬上講完 - 如果這樣的話 - 那我也要當自己 - 把事情出來 - 在那麼多工序裡 - 就是你覺得作物困難的一部分 - 最困難的一部分是嗎 - 會比較買 - 喔 可以擋住 - 不會啊 - 哇 很現實 - 不會不會 - 所以做東西 - 賣出去很難 - 不會不會 - 做難的 - 但是要看個人 - 我自己 - 比較難的地方是上漆 - 我剛剛有講 - 還有那個fret - 不是木頭 - 就是那個感覺很不一樣 - 有些觀眾可能考慮 - 想要買一把手工琴 - 那可不可以介紹一下手工琴 - 大概就是到底 - 它價值在哪邊 - 因為大家可能 - 通常一般人買琴 - 第一個直覺可能就是 - 看價錢不算 - 對 - 可是手工琴一定會 - 價格偏高嗎 - 對 - 那為什麼要買手工琴 - 是我也不曉得 - 哈哈 - 哇 - 哈哈 - 沒有就是我們做琴 - 不是為了賺琴 - 這絕對不可能 - 其實我覺得做琴有點像是 - 在畫一幅畫 - 是 - 對 - 所以一幅畫其實表達這邊 - 像IKEA的話 - 可能幾百塊 - 可是那種Picasso - 我覺得算是有一些精神在裡面 - 有一些情懷 - 你買手工琴 - 也是買一種瓶子 - 不是那種樂器的瓶子 - 就是一個人 - 也不是在一個 - 一個精神 - 對 - 就是自己有興趣做 - 然後自己花很多時間 - 花很多空 - 就是研究出來要怎麼做出來的 - 這個東西 - 所以就是也是支持一種 - 比較小量的產品 - 可以怎麼講吧 - 雖然很可能 - 我們在談的時候 - 有時候可能這些東西 - 不是這麼的明顯 - 如果你沒有看這支影片 - 你可能就是 - 只會把它當成一把琴 - 一把漂亮的琴 - 可是 - 你看剛剛拿出了那麼多工具 - 每一個細節都是這樣子來的 - 所以細節成就完美 - 小心 - 小心 - 等一下 - 刀子全部插下來 - 直接死在這邊 - 完美 - 完美 - 所以我覺得 - 我覺得手工型是不能用金錢來衡量的 - 對 不要了 - 最後一個問題 - 好 - 會自己在自情的這方面 - 達到什麼樣的高度 - 或者是對自己有什麼樣的期許 - 如果可以靠這個生活 - 已經是很不錯 - 還是算服業嘛 - 我不可能 - 只有做這個 - 一定是有別的行業 - 目前的 - 但是我知道有一些老師 - 就可能可以 - 只有靠這個工作生活 - 就是他是全職的自情 - 對 全職 - 目標是想要變成一個全職的自情師 - 如果可以是很好的 - 好 如果大家 - 如果今天大家手上有賢錢了 - 快過年了嘛 - 聖誕節 - 拜託 - 很精緻耶 - 獨一無二的而已 - 這種就獨一無二的 - 雖然大家都說我們這個頻道很業配 - 可是其實我們都沒有真心的業配過一個產品 - 今天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值得 - 雖然我不知道有多少錢 - 可是我剛才也講了嘛 - 這不能用金錢衡量 - 所以說多少就多少 - 對 他說多少就多少 - 你就不要那麼值得 - 落地發說買就對了嘛 - 好啦 - 因為突然頻道最後 - 好不容易這麼一個有質感的人 - 就被我搞砸了 - 那我們今天很謝謝阿樂 - 因為我們採訪他的自情生涯 - 跟他的工作室 - 還有一些工具 - 跟他的一些作品 - 希望我們有機會 - 我們殺烏克也可以來這邊 - 就是來 - 體驗一下作情的一些樂趣 - 好啦 那我們影片就到這邊 -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- 按讚訂閱加分享 - 阿樂有什麼粉絲專頁或者是自己的 - 也沒有啊 - 就來這邊聊天就好了 - 阿樂的工作室是位於 - 白北烏克力地專賣店 - 對 在那邊 - 在SoGo中校復興那邊 - 對 很近阿 今天很方便 - 大家查一下 - 我們會把相關的資訊跟地址就放在下面 - 如果有興趣可以來看一下 - 好來 - 這禮拜回應很踴躍齁 - 之前去日本每次看到小烏克都會有點輕動 - 感覺放在口袋隨身袋子好像也蠻有趣的 - 喔那這位先生你的口袋有點大 - 哈哈哈哈 - 其實我覺得他雖然叫口袋烏克力 - 可是他其實 - 我應該叫背包烏克力地啦 - 不過你講的是對的阿 - 隨身帶的真的是 - 我覺得是蠻方便的 - 不要猶豫了 - 買就對了阿 - 小烏克真的很可愛 - 而且造型都蠻多 - 每次看到都很心動 - 唉唷很生火 - 來 - 這位仁兄跟著樓上的腳步買吧 - 下一個 - 沒那麼複雜吧 - 其實我是沒有在管和弦的進行 - 我就是先旋律 - 以旋律為優先 - 然後用你的旋律去輔助帶著你的和弦 - 嗯 - 對沒有那麼複雜啦 - 就是 - 不用什麼都背阿 - 就是像我上禮拜講的 - 就是不要一直看著他彈 - 嗯 - 會比較有效率 - 就是如果八個小節做不到 - 就是先看 - 先彈四個小節 - 然後不要看 - 試著把這四個小節記起來 - 然後這樣看 - 然後不看看不看 - 反覆反覆它就會記起來了 - 口袋烏克 - 放我 - 我現在跟他放我這樣笑 - 口袋烏克很好用阿 - 杯吉他去學校美人禮 - 小烏克拿出來梅阿都衝上來了 - 講幹話 - 老師那一盤效果其實看起來非常有趣 - 一些大神那盤看起來比NASA控制機還不太好 - 就是基本吧 - 怎麼長大就不會被騙 - 完了 - 亂講話 - 好啦 - 真 - 嗯 - 不知道怎麼會 - 讚 - 那我們這禮拜回覆觀眾問題就到這邊 -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- 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 - 開小鈴鐺 - 下禮拜見啦 - 掰掰